女生好不好追 从她的头像就能看得出来 第一种 用卡通形象当头像的 难以程度 易克星 这类女生性格一般比较单纯 社交圈子比较干净 身边不是相处了很久的老朋友 就是自己和邻居同事 对待爱情一般都是有种美好的向往 只要你给她制造足够美好的恋爱体验 她就会很容易爱上你 带她吃吃喝喝到处玩 满足一下她偶尔的小韧性 只要她感受到你的体贴与真诚 一定会加倍的反馈到你 这种女生唯一的难点就在于 她比较被动 她喜欢被追求 被代理 在聊天当中 刚开始不会主动 需要你主动的去开启话题 调动她的情绪 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 第二种 直接用自拍当头像的 难易程度 两颗星 头像往往是一个人的自我外化表达 她头像并不等于她真实的她 而是她想让别人看到的她 所以这种女生 她们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和赞美 或是好胜心比较强 所以这种女生 方法简单粗暴 那就是真心的去夸赞她 甚至明晃晃的偏向她 给大家呢 举个例子 女生在朋友圈发和姐妹聚会合照啊 这回你会怎么评论呢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哎 哇 果然美女的朋友都是美女 B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看啊 给不给别人活路了 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告诉你 夸女生都得一起夸 但也得分人 这种女生需要的就是偏爱 那肯定是选B了呀 对不对 选错的兄弟呢 自己再复盘一遍 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呢 也可以来找我 第三种 用搞笑投向的 难易程度 三颗星 这种女生啊 大多喜欢网上冲浪 对各种娱乐八卦 网络热梗 那是信手捏来 天天就像是住在了热搜榜单上一样 和这种女生聊天 完全不用怕尬聊没话题 当她把你当成自己人的时候 就会主动跟你分享 自己最近的喜怒哀乐日常生活 但这种女生在网络上 接触了很多的信息 如果你还想要用一些常见的套路 来获取她的好感 那就很容易被看穿了 这种女生呢 最怕的就是储存兄弟 你想和她浓情蜜意 她却只想当女兄弟 那怎么打破这种局面呢 重点就是在于 提升自己的性张力 强调两人之间的性别差 要做一些普通朋友之间 压根不会做的事情 比如长时间的对视 等你把她看得害羞的 转过脸去的男朋友呢 她还能做的 只把你当兄弟吗 第四种 用小动物做头像的男异程度 四颗星 别以为用小动物做头像的女生单纯好赘 这样女生往往比你想象的要成熟一点 她们一般比较有爱心 对养宠物的男生呢 会自动加一层滤镜 在刚认识的时候 可以利用宠物的话题 聊出基础的好感 制造相处的机会 第五种 用旅行照做头像的男异程度 五颗星 当然啊 我说的不是那种到此一游的打卡照 而是满世界飞 攀岩 划水 看极光 一个不来 普通人眼中遥不可及的东西 就是她的日常记录罢了 那这种女生呢 一般自身的价值都不会太低 而且愿意在她的身上进行投入 见识多了 自然不会轻易的就被几句甜蜜语给迷惑了 那这种女生呢 如果你想要追 给兄弟们两个建议 第一个 先去证明自己的实力 被认可是你被她接受的第一步 二 给她带来独特的体验 她见识那么多 不够特别 很难留下记忆点 如果还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呢 可以来找我 如果你想要学习一个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细细上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求女生相亲了 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呢 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想帮助你 如果微信你签放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结果的最新联系帮助哦 拜拜